第5站 洛斯泥行者2013又來 我們繼續倒數 昨天數到第五站 第六站的嘉賓在哪 你在下面嗎 不是 原來你在這 你好 你好 我叫細鏗 細鏗 那大鏗呢 大鏗又有名其人 我們今天說說第六站 第六站的名字很厲害 第六個checkpoint叫做走私咬 你以為走私呢 原來又叫警察射擊場 你走私的話就有機會被人射擊 不是這樣的 爛逆來的 但你去到走私咬警察射擊場有甚麼其餘呢 也有的 但說是之後的 即是你過了第六個checkpoint 又未到第七個checkpoint之前 是的 途中 就有其餘了 有甚麼其餘呢 因為我們去到城門的時候 剛剛好是天黑的 基本上其實沿途我們都沒有見到其他參加者 其實都很孤獨 但我們知道我們前面有另一對參加者 前幾多左右 大概比你們快 其實熟眼看不到的 但時間大概兩三分鐘左右 快點兩三分鐘 是的 差一片就見不到他 是的 那跟著怎樣呢 我們很神秘的 其實又不是想著追 但我們只不過在城門燒烤場那裏 我們就繼續慢慢走 走著 打算看看怎樣 就是漸步行步 是 接著就開始上針山 嗯 是的 那一直上去都見不到有人 是 是的 很神奇 即是你上針山照隔兩兩三分鐘 應該怎樣都見到 是 但就見不到 是 那不是有點邪門 走私咬而已 少少 人都走私牌不見了 那麼誇張 有少少的 是 接著我們又是 沒有理由的 是 完全沒有理由的 沒有理由的 接著去到草山 去到草山那裏 途中就有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是嗎 突然間很黑的環境 裡面有一把聲問 你們是不是誰 那這位就是 很害怕 這位就是 你們是不是誰 那他問誰 就是其中一位參加者的名字 噢 我們說 咦 不是啊 噢 但是都見不到 那位先生 噢 你見不到嗎 只是聽了八聲 對 他很遠 很遠 原來是很遠的 是是是 接著呢 我們途中 一直走草山那時 大家在這裏自鎮 為何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後來發現原來是甚麼事 原來呢 其實是比賽完的 是 聽回來原來他們 你要完完才知道 是 原來他們在城門那裡開大餐 噢 但是你又見不到他 因為太黑了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第七號這個checkpoint 未到之前 其實有些位置可以吃東西 一路去到金山郊野公園 其實就彎多路窄 很多支援人士 其實都會在那裏帶點東西吃 給不同的隊伍 但是由於條路那麼窄 所以就麻煩 支援車輛 如果真的晚上的話 記得不要走那麼快 一定要慢洗 這個是藝衡者提供的小提示 6號檢查站 就是走私鎬警察射擊場 再走的第七站是甚麼 圓礦鎬 圓礦鎬 那我們去看看好嗎 好的 好 走吧 本環節由教育機構EL2100贊助支持 www.el2100.com